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!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,吴磊的成长故事,从羞涩少年到成熟男神! 你有没有想过,一个青涩腼腆的少年,如何变成如今娱乐圈的炙手可热的成熟男神? 他就是吴磊,这个从小龙套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璀璨明星! 蜕变的少年,羞涩到极致! 在吴磊的成长过程中,他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练,像许多青少年一样,吴磊在学业和职业之间找到了平衡点。 他曾在校园里默默无闻地打拼,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次考试和任务。 他一直努力着,却最终成为了学校中的活跃分子,参加各类校园活动,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。 这个羞涩的少年,慢慢地摆脱了自己的保护壳,迎接生活的挑战。 他的第一步进入演艺圈,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。 吴磊在少年时期加入了央视少儿。 频道的节目奥运小玩神,通过这个节目,他向观众展示了自己优秀的舞蹈和表演才华。 凭借着长相清秀,天真可爱的形象,他迅速赢得了观众的热爱。 打破束缚,展现多面才华。 然而,吴磊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可爱的小童星。 他渴望挑战自我,寻找更多的可能性。 于是,在成长的道路上,他选择了街拍电视剧《楚桥传》中饰演苏麒麟的角色。 这部剧一经播出,立刻引发了观众的热议。 从羞涩少年到成熟男神。 通过这部剧,吴磊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成熟稳重、英勇无畏的男神形象。 他不再是那个青涩羞涩的少年,而是一个拥有魅力与自信的年轻演员。 观众们纷纷被吴磊在剧中的精彩表现所吸引, 他的演技和形象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。 他的成长离不开坚持和努力。 事实上,吴磊的成长并不是偶然的,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汗水。 他不断参加演技培训班,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演能力。 在演艺事业中,吴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,但他从未放弃,始终坚持着, 这也是他成功的关键之一。 吴磊的励志故事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。 吴磊的成长故事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只有勇敢面对困难。 坚持不懈的努力,才能取得成功。 无论是在演艺圈还是生活中,都需要抵运和精力的积累。 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优秀的人。 吴磊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证明了这一点。 吴磊的成长故事,让我们相信,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加油,吴磊。